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扎心 王一博净水器代言预热一小时被刘涛粉先发现 意外正式一事 经历了前段时间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撤档 现在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无名》 各种宣发也陆陆续续展开 对王一博的粉丝们来说 可谓是坐过山车一样的心情 现在王一博一直都在为下一部影视剧作品做准备 而他的商业代言也陆陆续续在官宣临近双十一购物节 很多明星的代言将会密集性官宣 作为顶流的王一博自然不会例外 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有品牌官宣预热王一博代言 谁知道王一博的粉丝居然完全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根据某净水汽品牌官宣预热的消息来看 不仅有摩托车 有滑板 有歌手等等标签来暗示代言人是王一博 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相关信息曝光出来 所以大家都没有关注到这件事 在官宣预热博文发出一个小时之后 居然还是刘涛的粉丝最先发现这件事情 才引起王一博粉丝的注意 之后 经过再三确认才得知该品牌预热的代言人就是王一博 连很多王一博大粉都很惊诧 要确认之后才确定下来 非常扎心了 可能这个品牌之前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根据网友以往的发言来看 有建材专业人士对该品牌的评价用还可以来形容 此次乌龙闹出来也意外证实了一件事情 作为顶流的王一博粉丝们之前就被怀疑有职业粉丝在带领大家追星 这一次事情可以看出来王一博粉丝确实是全员底层 个个都是真实存在的吧 读者朋友们 你们会支持王一博此次的代言产品吗 扎心了 王一博官宣预热议开的净水器代言一小时 被刘涛粉丝首先发现 意外证实了一件事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